对近代大概一个世纪的历史讲得可详细了 最后一段说的是个昌盛的时代 不过说得挺隐晦 前面大段内容看着像是在说历史 其实是给最后一段做铺垫 下面咱简单瞅瞅主要内容 第一个预言说云暗暗 物瞅瞅 龙龟泥土肃猕猴 三岁孩童三宰福 月下无竹水空流 万里烟波一旦收 说的是清朝的末地宣统皇帝 第一句云暗暗 物瞅瞅 说的是慈禧垂帘听政的时候 没光亮 第二句龙钻土里弄个猕猴 暗示在耍猴 这猴子说的就是宣统 第三句说孩子三岁当皇帝 摄政王哄着 还不听话哭闹 预兆这朝代快晚了 第四句是个字迷 返向思考 月上有煮 水流干了 是个青字 意思是青梅了 最后一句说万里江山没守住 宣统时代很快结束 像烟雾一样 第二个预言君作祖 至彬彬 万里长红破浪争 黄鹤楼中吹玉笛 八方齐唱凯歌吟 仅其五色换新心 说的是孙中山 第一句君作祖说的就是孙中山 后面几句说的都是孙中山革命 大家响应 风起云涌 第三个预言即是怀柔三十年 遍其凡人灾 曇花一现 南北东西 龙征虎站 七八树定山川粗垫 说的是袁世凯 称帝曇花一现 军阀纷争十五年 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七民国出定 第四个预言 银舟虎 渡海狼 满天红日更昏黄 茫茫神舟商破碎 苍生到处哭爷娘 春雷乍想见晴阳 说的是日本人侵略 把中国弄得乱糟糟 到处是哭声 春雷就是核武器 想了之后能见到晴天 第五个预言 海上金敖 悬浮绿旅 铁鸟凌空 东南近毁 第一句说的是台湾 铁鸟说的是飞机火箭啥的 这说的是台海关系 关键是啥时候爆发 得破译悬浮绿旅 悬浮说的是黑色礼服 就是西装 绿旅是古代音律 形容太平盛世 但是铁鸟凌空 东南近毁到底说的是两岸哪一边 说法不一 反正受害的都是老百姓 最后一个预言与三分有胜 人出玄色奇观 龙张其福 天地复明 处置万物 四海殴戈 猛兽其福 是百年预言的结束 提到两个重点 三分和圣人 有人猜是三个国家治理世界 但是没定论 总之就是圣人出现管理万物 大家都歌舞升庭 安居乐业 宣话上人也强调了咱不能忘本 别为了争权夺利干没良心的事 不然走不上光明路 没好结果 以上就是不须大师预言的重要内容 是悲剧 是扭曲 是失控 是坟墓 只有佛法智慧能化解种族文化冲突 能让不同信仰 价值观和谐 能让行为理智 能让经济利益有序 佛法有方便智慧 包容一切 有自律能力 有慈悲心 有公平性 佛法能去除文化糟粕 解除种族歧视 化解宗派纷争 让大家求同存异 合理处理事情 合理利用资源 只要人类想办法 总有办法